好 继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就是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在明年的1月1号就要来开放进口了 不过为了避免这个肉流入了学校的午餐 现在中央就下令说 学校的营养午餐 未来都必须要吃国产肉 但是团善餐和业者就认为说 这么一来的话成本会提高 而且如果以现在来看 一餐补贴3.5元的话 那恐怕是不够支应的 希望可以增加补贴 农委会表示说 其实没有要求业者 所有的生鲜加工食材 都必须要有产销履历 其实只要有合格的标章就可以 而另外一方面 周六他们也会来讨论 营养午餐补助的标准 张嘴就来 孩子啃上一大口的排骨 必须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一缸子蛋炒饭里的火腿 府上必须道道地地在台湾 明年1月1号开放 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 但不能进到学校孩子的口 政府规定学校营养午餐 只能吃国产的猪肉和鸡肉 以后一盘子端上来 卤鸡块要台湾的 汤里的贡丸要台湾的 炒青菜要有机的 其他还要非鸡改的 台北市一餐营养午餐 收费50块左右 云林县还只有20多块钱 虽然一人一餐 可以补助3块半 但孩子要吃得好 这业者能吃得消吗 前已经捉襟见肘 又传出要求业者 从生鲜到加工食品 都要有产销履历 岂不是人养马帆 农委会星期六 将跟团善餐和业者 开会讨论 初步规划 使用国产的猪肉鸡肉 就纳入奖励补助 要补助多少呢 还在精算中 怎么样让马儿跑 又让马儿吃够草 华尔新游华明会 方晴年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